一卷从古诗的肚子里发现的丝绢 竟然是明成祖据倾国之利 也未能揭秘的藏宝图 而中国的传古至宝用何事必 制成的传国喜竟然就在宝藏之中 茅山道的传人张国忠 运用茅山道鼠踏足天下 从驱轨阵邪到道墓发中 一连串埋藏已久的千古谜题 将被一一解开 面对种种知能死地的古代邪术 中国的茅山道鼠能否一展所长 玄幻故事 茅山后裔将展开一段扣人心弦的金术 距离 茅山道鼠的家族 道教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楚国人黎尔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子 是当今道教公认的创始人 相传黎尔活了160多岁 而后成仙 从宋代开始被尊为太上老君 他所写的《道德经》 被公认为道教的思想之源 民间驱邪正贵的方式方法 大多都是从道教理论演化而来的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佛教的角色大多是以祈福祭祀为主 而那些奋斗在驱魔阵邪第一线的 却大多是道教的传人 中国历来是一个新鲜事 频出的国度 各种各样的仙鬼传说 举不胜举 四仙即狐仙 蛇仙 黄大仙 刺猬 厉鬼等等 这些超自然事物 均被老百姓视为不祥之力 有需求就有满足 茅山道术又称茅山术 讲求以驱为主 以祥为左 其原理大概是激发人体本能的前置 或者借着某些符咒的特有力量驱散 或者说赶跑某些在老百姓看来不吉利的东西 民间有一种误区 大多的人认为所谓的鬼怪是可以彻底消灭的 其实不然在茅山道术中 神鬼盖无灭之力 最多是将其驱赶 封禁或是降服 在民间许多驱鬼伏魔的巫婆神汉 其方法本源都与茅山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咱们今天的故事就从一本《茅山图志》开始说起 这一年中华大帝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浩劫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这一年达到了顶峰 上山下相逢 刮到到处人心惶惶 张国忠是个中专老师 最近校阁委会交给他的一个任务 就是写一篇批判封建迷信的文章 这个对他来说简直是信手捏来 可是对眼前这本 从校党委书记家超出的期末版《茅山图志》 张国忠却实在无从下笔书里头写的 全都是一些如何降妖捉鬼之类的方法 还有一些从来没听说过的植物器物 以及这些东西怪僻无比的使用方法 更让张国忠摸不着头脑的 就是记述着如何解决一些看似生病了的人体症状 可这方法却非常的匪夷所思 比如说吃房檐下的土 还有喝泡着古代铜钱的香油之类的办法 完全不着边际 不过眼前这本《茅山图志》 看上去好像对人也没什么坏处 最多是让人把房檐下的土冲水喝了 难道这就是毒害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大毒流 一想到这儿张国忠便一筹莫展 两个礼拜过去 张国忠始终在翻看这本《茅山图志》 指望能从忠找出点破绽来 可是书中的内容看似不着边际 但实际读起来却环环相扣 无懈可击 这时候张国忠的爷爷倒是给他提了个醒 你何不找个跟这本书上描写有同样症状的人 再用书上的方法试试 倘若不离 那这套东西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可是这书上描写的症状实在是不太好找 他走访了几百户人家 都没发现有类似的情况 正到放弃的时候 一个消息传到了张国忠的耳朵里 学校的党委书记魏老二死了 是畏罪自杀 他媳妇疯了 但是神志却很清醒 只不过口中不断的胡言乱语 这个消息让张国忠心中一动 因为这魏老二媳妇的症状 似乎于毛山图字中描写的一些症状 十分吻合 只要我用书中的方法试试 无效的话 那论据不就有了吗 到了魏老二家 只见魏书记的妻子躺在床上 嘴里流着口水 胡言乱语个不停 说的全是魏老二年轻时候的事 这些事魏老二生前从来没提过 他媳妇根本就不知道 张国忠慢慢的凑到魏书记妻子的床前 嘿魏书记 他这一称呼让周围的人吃惊不小 他怎么对着魏书记的妻子叫魏书记 这时候魏书记的妻子两眼直勾勾的 看着前方傻笑了起来 张国忠掏出事先就准备好的醋瓶子和柚子叶 再往柚子叶上倒了点醋 一抬手就摁在了魏书记妻子的脑门上 他这招就是在茅山土之上学来的 他的举动 让周围的人都愣住了 只见魏书记妻子手脚微微的抽搐着 身子不断的扭动 快按住他 张国忠大喊 这可是简直毛山土之真实性的大好机会 倘若又这样掉了就前功尽弃了 那样就不能彻底证明毛山土之的虚假性了 周围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下意识的摁住了魏书记妻子的手脚 就这样过了大概一分钟左右 魏书记的媳妇不再动了 慢慢的安静的下来 张国忠拿掉了柚子印 仔细观察着魏书记媳妇的一举一动 过了半天 魏书记的妻子睁开了双眼 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我这是在哪儿啊 这次经历动摇了张国忠对毛山土之真实性的怀疑 莫非是巧合 但也忒巧了吧 难道是为了二他媳妇 为了躲过批斗 装疯卖傻 这时候张国忠的爷爷又来跟他说 要想再次验证这本书的真实信 你就去农村 因为这些怪事在农村比比皆是 但凡在农村出点事 那都是找先生看 大夫看不好的 先生来了八成就能行 于是张国忠带上干粮便去了郊区的里村 他到底会在里村遇到什么匪夷所思的怪事 请收看下期毛山后裔之作课